大家好 夏季呢 是多肉的这个鬼门关 基本上很多新手画有养多肉的话都很难度过这个夏季的休眠期 那么我们在夏季如何让多肉能够顺利的生长月下呢 其实很简单 总结起来就是四句话 那么是哪四句话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严格控水防止服 那夏季多肉呢 不需要给它过多的浇水 等到盆土完全干透了 我们呢 用一个尖水壶 然后沿着盆边呢 优边给它浇一圈就可以了 不能够浇多 浇落很容易烂根腐烂黑腹 那么第二句话就是保持通风 防止滋生病菌 通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通风环境不好 再加上夏季高温高适环境 那么就会滋生大量的病菌 对你的多肉呢 是非常不利的 很容易导致多肉黑腹或者是呢 感染病害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 为了预防病害 大家可以在盆土里面呢 撒上一勺这个小粉药 那么第三句话就是注意遮阴防止晒伤 夏季呢 多肉它会进入休眠期 那么这个时候的光照不能够太强 晒强了会导致它的这个叶片会被晒伤 甚至把整个子猪晒枯死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遮阴第四句话就是做好防虫预防虫害 多肉的虫害呢 最主要就是一些借客虫 借客虫对多肉危害是特别的大的 它会啃食你的多肉的叶片 然后呢 带来非常多的病菌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虫工作 防虫工作呢 就是要保证环境的通风 然后定期杀虫 杀虫呢 大家可以经常喷洒一些杀虫药 或者是呢 可以在盆土里面少上一点这个小白药也可以 但是呢 小白药和小粉药一样都是大概40天左右用一次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就是多肉月下午大家必须牢聚的四句话 其实这个时候 总结来说的话 就是状态在其次啊 这个时候多肉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